FM1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工蒋伟文 今年是2020年11月15号了 哇终于2020年要再见了 没想到这么愉快 OK今天是礼拜天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如果有小朋友的 爸爸妈妈们 家长听众们 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小朋友给你的一些回答 会让你终身难忘 或是他突然给你一些反应 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就会一直放在心里 甚至于你可能会聊一辈子 就是等到这小孩都长大了 大学了 甚至于结婚生子了 你就还会提到说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说了一句什么话 当然大家都哈哈大笑 或者你说一句什么话 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或者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你实在太聪明了 像我妈永远都说不完 就是我讲了什么事情 或怎么样的 其实像我的小儿子 Layton 他今年5岁了 他其实有时候 真的会冒出一些 让我意想不到的回答 让我这放在心里 就觉得有时候拿出来想 就觉得很好笑 比如说有天晚上 大概凌晨4点多的时候 我正在熟睡 当然我是一个很浅眠的人 所以我睡到4点多的时候 突然之间房间门就这样 啪被打开来了 因为有小孩的人睡觉 不可能把房间门锁起来 像我这种很浅眠的人 房间门突然一打开 第一个反应是 就觉得很像恐怖片 这歹徒闯进你房间来了 当然这只是一秒钟了 下一秒就发现 一个小小的人影 在门口黑黑的这样 然后是我的小孩 然后起来抱着他 Layton怎么啦 然后看一下闹钟 4点多 我说你怎么了 你做噩梦了是不是 然后Layton就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然后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 面无表情的说 爸爸你知道尿床是正常的吗 我知道啊 然后他就转身了 转身边走边说 帮我换裤子 替他裤子湿湿的 就这么简单两句话 你看这小孩有没有去 打开门 第一句话说 爸爸你这尿床是正常的吗 那我说是 他转身就走回自己房间 边走边说 请你帮我换裤子 他好像没有说请 他说我要换裤子 然后我就看到他裤子湿湿的 原来他尿床了这样 才五岁 那时候其实讲这句话 好像四岁多而已 快五岁 我觉得很有趣 后来他 他其实有一次 他另外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 他就是那种会很开心的 叫做巴比巴比巴比 然后就跑过来抱着我这样子 那Jackson呢 我的大儿子 现在七岁了 他是不一样 他是会躲在角落里 人家吓你 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他喜欢出其不意的吓我 因为反正弟弟每天都已经 我一开门 弟弟不管是在玩游戏 或者在玩乐高 或者甚至于在看书 只要我一回家 门再一打开 他就会冲过来 然后在我面前跳来跳去 巴比巴比巴比 然后抱着我这样子 那当然Jackson是喜欢躲起来吓我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这样子 他可能觉得弟弟已经得到我的注意力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得到我的注意力 但是重点是 每次蒋夫人都是走到我后面 因为我都是第一个 我有一钥匙 我先开门 然后我跟蒋夫人一起回家 他就在我后面 然后他就看到每次弟弟都知道 巴比巴比巴比 然后抱住我 然后蒋夫人就有一天跟我讲 他觉得弟弟比较爱我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两个一起回家 弟弟都是先抱着我 然后先叫巴比 我说那是因为我走前面 然后蒋夫人就有一天忍不住 就跟弟弟讲说 弟弟 你每次都先抱爸爸 你都不爱妈妈 然后后来他就这样 比较耍可爱的跟弟弟讲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接下来连续好几个礼拜 只要我跟蒋夫人一起回家 一起开门的时候 我走前面 然后因为我已经习惯 他会一开门 我就听到弟弟跑过来的声音 然后我就已经习惯 他会喊巴比巴比巴比 但这次我没有注意到 他是喊妈咪 然后绕过我 到后面去抱住蒋夫人 然后妈咪 妈咪 妈咪 然后我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怎么这样 然后第一次就算了 但后来也有回来抱我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不像蒋夫人比较那么敏感 而且我之前已经受到他这么欢迎 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可是连续的三四次 我刚讲这几个礼拜之内 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有一次最明显 所以我那天其实是打开门 我还蛮想他的 所以我蛮想抱住他 他一过来我想把他抱起来 把他抱得很高 像在把他抱起来像搭飞机这样子 然后我正要抱他的时候 他就也是一样绕过我 我手就扑了个空你知道吗 那一次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我要抱他 所以我手这样抱过去 他突然绕过我去抱住 那个李斯 这是我蒋夫人 然后嘴里就喊 妈咪妈咪妈咪 然后我就整个回头 然后有一点失落感 可是我想对了 因为蒋夫人曾经跟他讲过说 你都只抱巴比不抱妈咪 你都先抱爸爸 你比较爱爸爸这种的 然后我就也还好 这个感觉过就没了 我知道他其实没 他是故意 他是让妈妈开心的 我觉得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就发现他其实真的是 很用心的去让妈妈开心 他在五岁 有天晚上 通常是蒋夫人讲故事给他们听 陪他们睡觉 然后我从我的房间出来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在里面讲故事 可是过一会 我就突然听到小孩房间 门打开来 然后我就探头去看 我发现讲 就是小儿子Layton 他就抱着一个 他最喜欢的小辈子 然后就气嘟嘟的走出来 生闷气这样子 走出来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就走过来 怎么了 然后就他就躺在沙发上 说我今天就要睡在这边 然后就把他的被子 往那个沙发一扔 然后自己就躺上去 这样躺在沙发上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跟 是被妈妈骂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可能他刚刚有胡闹 妈妈斥责他 他不开心了 我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摸着他头 就说怎么了 弟弟你跟爸爸讲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就不讲话 可是他不是说很生气 有点 甚至有点 有点委屈的感觉 我想他是被骂 我说怎么了 你跟爸爸讲 是什么事情 然后他后来就慢慢说 妈咪每次都说 我比较爱你 根本就没有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什么意思 后来我才问了蒋夫人 可能以前的水口讲惯了 你比较爱巴比 你都先巴比 然后可能刚刚爸爸 发生什么事情 他又水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无心的话 可是你要知道 我的小儿子雷腾 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 他真的用心的去 绕过我去抱妈咪 他真的有这样做 我已经看了好几次了 然后没想到妈咪 又突然说了这一句话 就是你都比较爱巴比 这样 那虽然只是无心的一句话 可是却让他觉得很受伤 他觉得我这么用心 还这样 真的好委屈 他就生气了 这样 后来我就把这个事 跟蒋夫人讲 蒋夫人赶快过去抱抱他 跟他讲说 妈妈知道你的用心 他就释怀了 没想到五岁小孩 就会有这种 这么用心 听得到人家很感动 这个我想我会记一辈子 等他长大了 娶老婆 还会再跟他讲一次 好了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扣蒋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今天来讲一道这个酒酒 我就想要吃一次 然后充满了那种幸福感 很简单的一道家常菜 叫做上海菜饭 我忘记我第一次吃上海菜饭 什么样 是什么机缘 但是我记得是在饭店里面吃的 那觉得怎么那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菜饭会让我觉得这么好吃 那个咸香味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当然每个饭店做菜 上海菜饭的方法不一样 今天要讲的这一道 是收录在台菜女儿餐桌之旅 就是原因三他所写的 这个上海菜饭 它跟饭店做法就不太一样了 毕竟它是比较家常的 通常我们用的是精华火腿 它就换成了培根薄片 这里面它还放了洋葱 这比较少会看到人家这样做法 可以试试看 因为每一家其实做上海菜饭方法不太一样 里面加的配料 有的丰富 有的就很简单 事实上我记得这道菜 当时好像也是在上海 工人在吃的 比较很家常的一个料理 这样子 平民的 应该说是很庶民的东西 好 它做法很简单 先把白米洗干净 瀝干了以后 培根跟洋葱通通切丁 然后他用了大蒜跟红葱头 切末 然后青江菜洗干净以后 他把菜梗子跟绿叶子 分别把它切细 切成小丁 小末这样子 然后分开自放 冷锅了以后 他用小匙的油 先把培根丁了 把它煎香 有人可能说培根就很多油 不用用油 事实上如果你用一点点油 再去把培根 再把它炒出油来 它培根的猪油香气 会跟你原本下的油 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油脂 变得更香 然后你把它煸出油来以后 锅子里面有培根的香气 然后又有油了以后 你就把蒜末跟红葱头末 这时候把它倒进来 先炒到闻到蒜末跟红葱头末的香气 然后立刻把洋葱丁也倒进来 洋葱丁再把它炒一炒 炒到洋葱丁变成有点半透明 就是说它有点从全白色变成变色了以后 也不是说什么半 有人常说真的有到半透明吗 就是说变成不是那么白了以后 你就把青江菜的菜梗一起倒进来翻炒 然后这时候锅子里就很香了 你想想看有红葱头那种台菜的香气 蒜末的香气 洋葱丁的香气 然后里面又是培根猪油的香 而且培根一直在里面 所以你越炒越香 然后这时候所有的香气都出来 就把米粒洗干净瀝干的米粒倒进来 直接去拌炒米粒 就像你要做西式的那种炖饭一样 让米粒沾上是很香的油 然后这时候炒一炒以后 大概几十秒 每个米粒都油量了以后 你就把鸡高汤或者你就倒水也可以 你米如果是一杯的话 你高汤就是一杯 你米如果是一杯的话 你倒水的话也是一杯 然后直接把这个倒 如果你是在土锅里面或砂锅里面 就直接在里面操作 那如果你是用平底锅 那我劝你要用厚实一点的平底锅 或者你的锅盖要重一点 可以把它密封好一点 因为你这一杯米一杯水 这种比例的话 如果说你那个平底锅太薄 或者你的锅盖密封不好 很容易把那个水汽一直往外漏的话 那这样这个水分可能不够 Anyway如果你是用砂锅 或者这个密封比较好的这种平底锅 或者铸铁锅都很好 焖住了以后 用大火先煮到你看到那个锅有点起烟了 就把它转小小火 然后煮在三到五分钟 然后把它关火以后 在里面焖10到15分钟 焖10到15分钟以后 开盖以后就把青江菜的绿叶丝 绿叶丝最后把它拌进去 它在里面正是热的时候 你就把它拌进去 用汤勺整个这样翻 把它搅动翻滚一下 让它这个很热 很热烫的这里面很香的米粒 因为已经焖了十几分钟了 已经都熟了 把它翻一下 然后跟这个青江绿叶丝翻一下 它马上就熟了 最后他们家的做法 还撒了一点白胡椒粉 还抹了一点黑胡椒粒进去 就是那种黑胡椒磨好 撒进去 然后他就加点 不亏是台菜女儿 他就加点红葱头书 把它拌匀一下 增加的香气 跟视觉的好感度 这是他们家的吃法 那当然也有更简单 或更丰富的做法 你可以在家试试看 台菜女儿餐桌之旅的 上海菜饭就这么做的 听完就肚子都饿了 那现场我们请到另外一位 也是很好吃的老饕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 就是吃货列车长 带你到处吃美食 让我们欢迎Michael Chee 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我的facebook的话 就可以看到前一阵子 Michael Chee呢 我们吃货列车 列车长带我去 请我去吃 去吃一家蛮好吃 日本料理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闲聊 Michael是很爱吃美食 我就很高兴 你怎么会 你从几岁开始 就这么有好口服了 其实这个 跟家里的一个秘密有关系 因为我妈妈对于料理 不是很擅长 那父亲做生意的关系 以前要表示诚意 是要邀请人来家里吃饭 对 那因为我妈妈比较不擅长料理 所以只能去外面吃 而且以前瞧事情 对 都要在家里瞧 比较好瞧 在外面瞧 很多秘密被人家听到了 没有啦 算是交朋友 看你爸做什么样的生意 对对对 我爸也是广告界了 对对对 所以当然难免就是要应酬 那以前在台湾就是知名的餐厅 就那几间 那所以我又是家里唯一的小孩 所以没办法丢我在家里 就跟着到处吃 而且爸爸也准备以后将你接棒 所以让你来出来见见世面 看看家里是怎么样跟朋友热络的 对对对 我们这个亚洲人一定是靠吃饭 对 连结感情嘛 对 所以一些老字号餐厅也知道 那当然随着这样就是 比较在外面吃饭的机会比较多 那你小时候不要说现在 现在吃的餐厅多了 而且你又是吃货列车 这个节目的YouTube上面 跟Stanley吃了这么多家餐厅 很多都是你的口袋名单 去拍摄 去跟很多爱吃的人分享 可是我如果说提到你小时候 跟爸爸去 就是参加这些 小时候你觉得很无聊 跟那些大人去吃东西 他们谈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美食就是美食 还是会印象深刻的 你有没有记得小时候 哪几家餐厅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当然以前如果也就是讲 台湾的四大台菜 前阵子有一家老字号的可能 像以前的机家庄 新叶清叶梅子 这就是四大台菜餐厅 那我印象中 我只有吃过一家清叶而已 对对对 机家庄改天我再带你去吃 就是我小时候印象中 我妈妈有带我去吃过的 就是清叶 那长大其他几家我都去吃嘛 但是你这样讲就 对小时候我吃过 原来四大台菜 其实是清叶有在里面 它就是有出面筋的那个 对对对对 有绿色的叶子 那就是吃那种台菜 它有稀饭 然后有一些那个 地瓜粥 对小时候我印象最 印象就是它有那印西亚 那豆腐豆豉炒在一起 这样子 对 那个印西亚就觉得很好吃 很下饭这样子 所以你小时候吃的真的蛮不错的 没有啦 因为应该讲像这就是台菜 那比如说还没解说这是台菜而已 对啊 当然朋友就是外省菜有外省 像你刚讲的菜饭 没错没错 知名的菜饭 很多的确是像你讲的 真的有不同的料理方式 你刚讲的重点 就是说不同挂的朋友 对 请他吃不一样的东西 对 吃台菜的 对 吃外省菜的 外省菜就多了 多了太多了 上海的川菜的 是 可是你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流行什么 其实其实我们我小时候 这样透露我的年纪 江浙菜 其实台湾在大概民国六十几年到七十几年的时候 川菜非常的流行 那时候川菜流行 那时候川菜其实是比较平价的餐 那当然上海菜 本邦菜那个时候就已经地位比较高 所以台北市的川菜馆很多 但是为什么已经没有道地的川菜馆 因为都要融入在地的文化 一定的 就像披萨来到台湾一样 对 一定要章鱼烧披萨 什么四川辣味肉披萨都有 今天我们就是跟着 我们的吃货列车厂Michael Chee 来聊聊美食 浅谈 我跟他最喜欢吃的一样 日本料理 就是他现在请我吃的 待会马上回来 别走开 FM1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台湾真是美食王国 一聊美食聊不完 尤其现在 每次我走到台湾的各大街小巷 你觉得这个巷子里面没有几家好吃的餐厅 那这个巷子不像话了 就觉得这个巷子不会来了 有时候那种好吃的东西 巷弄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很神秘的一些料理 或是在大街里面看到连锁的也很好吃的一些东西 这个台湾厉害的地方到处都有美食 今天我们跟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很爱吃美食的吃货列车列车长 Michael Chi Hello Michael你好 Hello 我跟他认识也是因为上了他的节目YouTube上面的吃货列车 当时是Stanley的主持人 他现在把Stanley踢掉了 自己来弄就好了 其实很多他所介绍的这些美食 不管是在大台北地区或是新北市甚至外线市的 都是他们他自己本身的口袋名单也很多 刚才广告之前就聊到 其实他们家也是因为爸爸的关系 最主要是因为妈妈不会做菜 爸爸要请人吃饭 所以就跟着爸爸去到处吃 而且讲到不管是台菜 或是当时的一些外省菜 川菜类的 或者可能有一些 我不知道当时有红不红 比如说韩国料理 日本料理 或是其他的泰国菜 越南小吃有没有 越南比较少 其实台北市有很多老字号的韩国餐馆 在复兴北路上游 这一讲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因为以前韩国华侨非常的多 那他们就会开自己的 就是就是家常的这种所谓的韩式料理 那当然这几年因为 山东烧鸡啦 对对对 那是什么水饺也会有啦 对 煎饼类的 对啊煎饼类 那这几年是因为哈韩的关系 所以又更多了 那但其实这些老字号餐厅都还在 我小时候印象中 我爸妈带我去吃老字号餐厅就是汉城 那个铜盘烤肉 好可惜哦 他收起来 收起来了 对 太累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汉城的味道 他那个那个 那个肉在那烤盘上的味道 因为他那个铜盘烤肉 跟我们在那种日本那种直火烧的烤肉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蛮可惜 不过没关系 这个台湾的那个美食 就是只要你收了 就取之而代之的更多 一直如雨后春笋一直跑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料理 不过我先稍微打住一下 我刚刚问你有关 你那个小时候台湾流行什么菜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 是 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们要吃日本料理呢 还是吃韩国菜 还是吃泰国菜 还是我们吃越南菜 不要我们吃川菜好了 对 那外面它就更多了 还是我们吃麻辣锅 或者呢 我们来吃什么 我们也可以吃印度菜 对 讲不完 讲不完 而且并不是说 我们要吃哪个料理 我们要跑很远 没有 都通常都很近 对不对 搭个车一下就到了 所以像燕客 现在最简单 不是说我们要吃哪间餐厅 是你住哪里 挑你附近的 对对对 附近都有 对 要让就是让客人也方便 要找一个大家交通便利的地方 对对对 上一次Michael来上讲公厨 是我们聊的是台菜 因为你们吃货列车 那时候请客 那个尾牙 心醉红楼 对 也是我第一次的经验 对 有哪咖喜的台菜 而且每一道都超下酒的 对 老实说 我第二天一觉醒来 这个头 预裂 震震预裂的感觉 有点 有点 宿醉 所以我也不太记得 有吃什么 但我记得那一碗 螺汤 对 那个哇 好香 你们这蒜苗 螺肉 然后很多海鲜 鱿鱼在里面 鱿鱼雷肉 赞 排骨酥在里面 对排骨 我觉得好棒 对 今天呢 又是要聊另外 就是Michael 上一次跟他约 聊有关这个网路上的一些现象 我们就边聊边吃 这就是朋友开心 然后他说 请你吃日本料理 我说拜托不要吃太贵的 是 我觉得很 很不好意思 下次我要回请的话 我就要请同等级的 不用了 不用了 其实朋友在一起没有再算这个 一定会算的 对 但Michael又是很爱酒的人 那天我们去吃日本料理 你挑了一家 我也没去过的 对 这个当然一定是很多 我没去过的 日本料理台湾也是这么活 尤其现在真的是 我们去的那条街里面 就四间日本料理 对啊 那个是大安区嘛 对 那个区其实蛮安静的 对 你说你要开一间很热闹的餐酒馆 比较少 是 看起来都是日本料理店的感觉 对 感觉蛮高档的 就是我路过 我不太敢进去的感觉 不会啦 其实应该讲 就是说会去吃日本料理 不是说有什么特别 真的是为了Jackal 最近接戏嘛 对对对 身材要维持 是是是 所以不能大鱼大肉 我就给你吃小块的 没错 日本料第一个它小 吃原味 而且它就是没有什么油炸 或一大堆的大鱼大肉 或者酱汁那么浓啊 什么的 就吃个精巧 然后又好吃 对 但日本料理要请他吃饭 那天我说不要吃太贵的 那你那时候脑子 你跑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请客 日本料理要请客 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当然如果真的是在商场上 比如说要请什么董事长 什么真的有生意上的意图的话 一定要挑名牌餐厅 比如说德国米其林那几间 对不对 很红的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当年还在 还没当老板的时候 我也认识一些 真的那么厉害 对对对 那当然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名牌餐厅 那当然这个就是很难定 那就是展现我有诚意邀请你 那像我跟Jaco已经算是朋友了 所以我就会就想讲不要太贵 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的 affordable消费得起的 这种地方质感又好 不要太吵 也可以聊天 对因为日本料理 其实在台湾变化很大 我之前应该小时候 大家会吃所谓的日本料理 我们都称之为台式的日本料理 那个sashimi好大一块 超厚的 跟那个小叮当的陈石 陈石那个什么 陈石舌头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 陈石豆沙包 陈石豆沙包 那一大大条 那个吃的 对对对 那个就是以前台湾人请客 爱大 对 要大 要丰厚 那但是他们的特色就是 鱼鲜一定很新鲜 那台式日本料理 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 只有一种调味 就是所谓的三葵 哇沙比跟酱油 那当然现在 还有熟食很多 各式各样熟食很多 类似热炒那种 对然后 注入了太多台湾文化 比如说他的毛豆上来 一定是调过味的 其实在日本 不管是日本料理店 或居久屋 他的毛豆是不调味的 是吃原味的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调味太重 待会就会影响你吃生鱼片的那个口感 味道 那现在所谓流行所谓的割蓬割蓬 奇怪为什么又割又蓬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代表就是说 他在刀工上切割的过程 就是一种烹饪手法 所以称之为割蓬 这个我就可以问一下 因为那天我们去吃的那个料理店 因为我发现他是有所谓的板前服务 对对对 就是板前服务我们可以做吧台 就是感觉像西餐的吧台一样 板前我们可以看到师傅在你面前做料理 不管是捏尼尼尼或是切生鱼片 然后呢他就会 而且肯定会有食材在前面 有的没有有的有这样子 那这个板前服务 那割蓬是说他会有还是不会有 还是割蓬跟这个不一样 其实日本料理现在就是在名字上 就会取割蓬 就是会这个现在所谓比较 比较接近日本真正道地的日本料理 你看他每一罐尼尼尼尼上来 他跟你说这个不用沾 这个已经帮你调好味了 所以他每一罐他都有他自己特殊的吃法 只是在名称上 他可能像就有的会特别 比如说Jaco 歌篷 那有的可能是用你的名字 比如说麦文 就是麦也是寿司的意思 就在只是在取名上 开始跟传统日本料理做区隔 其实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其实我还蛮喜欢当年的这些台式的日本料理 那这些比较新的日本料理 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他在所谓的板前吧台 他有不一样的造型 Jaco 你应该留意 以前我们去吃日本料理的吧台 他用一个很大的冰箱挡住你 对对对对对 跟师傅的那个 稍微挡住 完全不能完全透明看到师傅的 那现在有信心的师傅 像现在是所谓的歌篷或者是料亭 不管他是干净的 让你可以看到砧板 这个就是一个师傅的信心 我在这边料理的时候 不会让你看到出球的状态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餐厅 他是直接把砧板呈现在你面前 让你看他在料理的过程 那这个当然当有一家这样做 第二家就跟着第三家就跟着 对那所以你只要看到那种 会挡住大概他的年代 都会比较久远 讲到这边 大家可能就越来越有那个画面 我们那天吃的 大概什么样的日本料理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好奇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去 Jaco讲我们打一下 前几天我就PO出来 我们去吃这家日本料理 叫什么名字在哪里 然后我吃的什么样的食材 不过如果你别走开 你直接不打紧 你直接听我们讲 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画面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还在潜谈日本料理 我们跟聊了人 就是我们的这个吃货列车列车掌 我们的美食列车掌 我们的Michael Chee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如果说你要请朋友去吃日本料理 你要怎么去做决定 比如说你也可以吃 现在台湾很多连锁的 平价的回转寿司 你也可以吃老字号的日本料理 你可以去吃像有板前服务的 或者是它是只是日本料理的餐厅的 或者是台式的日本料理 可以选择蛮多的 甚至你可以请他吃日本拉面 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 真的太丰富了 今天Michael Chee 我们吃货列车列车掌 请我去吃的是 这一家日本料理的大安区 当时跟他提议说 千万不要太贵 在那边中餐 大概一个人是1000元 对不对 1000元 2000元 1500元 那天料理长是这样跟我讲的 他也是当那个餐厅的负责人 然后大概晚餐 后来我们可以猜猜看 大概多少钱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去看 我们讲一下我们吃的什么 你猜猜看 他中餐是1000到1500这样子 那你可以猜猜看晚餐多少钱 大概这个价钱的价格 是也是要看你请客 你大概有多少预算 因为那天我们聊的聊天的内容 还包括了我前一阵的看新闻 就是有一个好像是董娘 还是什么 带了一群大陆来的 他的好朋友 生意上的朋友 去吃日本料理 一进去 他可能没去过 听说这家很好吃 然后日本那个料理师傅就问他说 那你们大概预算多少 钱不重要 我们要吃好吃的 对 几个人吃劈里啪啦下来 那个账单一来 他一看 他以为是2万多块 正要拿钱 发现不是2万多块 20多万 是 少了一个零 他说怎么会吃到20多万 他们才几个人 也好像四五个人的样子 对 那算下来 真的有可能吃到20多万 其实因为日本料理 老实讲 还是要吃认识的 在以前就是 因为像我们都是会给一个预算 没错 那当然就是符合店家的规范 就是我们就照这预算 那当然有些人就是 我不要你帮我出菜 我想要吃什么 这就所谓的单点 单点 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就是照论金论两跟你算 的确会比较贵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奢豪的吃法 我是有钱人总是任性嘛 你是吃自己开心的 对 那我们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按照自己的预算 我们让师傅料理长来展现他的功夫 所以我是觉得是不一样的角度 为什么今天请Michael来 因为我觉得那天吃完 我真的感觉这个文化很特别 对 第一个你请客 所以你会有个预算 对 你跟这一家 你刚说吃料理 日本料理 尤其是这种板前服务的 最好是认识这个师傅 对 所以你去跟他讲说我请个好朋友来吃饭 我预算是这样子 麻烦你了 其实这个料理长他自己可以做决定 对 对他甚至可以给你面子 是 这个预算之下 他可能给普通的客人 是这样的食材 也是都是很好吃的 对 但是那天我就听到Michael在旁边一只哇 咬醒哪 哇 加口哥来就吃到这个了 我的妈也有这个了 这样子 我突然觉得也许是好笑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料理长完全有这个 这就可能 他觉得说Michael也是我好朋友 他请一个另外一个好客人来 对 我就要展现我的手艺 我拿出 超出他这个预算的给他吃也有可能 打比方来讲 其实说他们每天 进食材 大家都会想说鱼要吃最新鲜 其实当天吃不是最好吃的 鱼还是要经过两三天的熟成 当然是在符合卫生的环境之下 让它熟成 所以可能是第二天第三天最好吃 但是比如说这鱼种很贵 但是我客人的关系 我叫太多货了 我就剩一点点 虽然我们是吃比较便宜的 可能我们吃两千块 人家三千块才吃得到 但是今天既然来又是熟客 他可能就通通把它处理掉 就出菜出掉了 那所以我才会说 哇 没有啊 其实是真的说 为什么你来才有 就是说 现在所谓的日本料理店 他们希望你每天来 所以他每天的菜色要不一样 对 我也问那个料理长 他说他都是自己去采购 对 早上一早就去 然后前天晚上去打那样订货 对 他看有什么鱼货 他就先订哪一些 对 然后买回来 他自己要赶快处理好 就像你说的 不可能当天杀当天吃 有些就是要让他熟成 对 那有些就是看当季的 或怎么样的 把他做 但那天吃的时候 我觉得也蛮有趣 说那天聊到一个 因为其中有一个 譬如说鲍鱼啦 或是什么 其他鱼的鱼种 我们可能听过 因为有一只要水蒸的 对 你说台语怎么说 追浆 追浆 我还真没听过 可能我吃过没听过 然后Michael突然就冒出一句 现在什么鱼都得吃了 对 其实应该是说 以前我们小时候吃 吃生鱼片 大概就鲍鱼棋鱼 对 鲍鱼棋鱼这种 对 那都是大型鱼类 那其实现在开始是要 中小型的鱼类 其实在某种角度上来讲 不是说我们越来越吃的越巧 而是鱼资源真的 有一点点耗尽 鱼资源越来越耗尽 对 那其实中小型的 都拿来做料理 做日本料理了 考验师傅的这个能力的 因为日本料理吃是原味 对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那天我吃 因为每一块生鱼片 它虽然做成鱼鱼里 对 它其实都没有任何调味 对 他就是把它呈现说 它熟成厚的样子 或者说它 整个 那个原味吃起来的味道 是 加一点点那个酱油 这样 我觉得哇 真的蛮不错 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做酱汁 其实应该这么说 现在鱼种都也在于 所谓的 我们的保存技术变好 大家应该都听过 所谓的江户前寿司 对 那江户前寿司 现在都是 鸭寿司 不是 鸭寿司是做成一卷一卷 它就江户 江户前寿司的定义就是说 它会 现在的做法都是 它会帮你调味 说这个不用 这个你就不用再蘸酱油 这个我帮你调好味 那其实在江户时代 就是鱼打捞上来以后 没有办法放太久 对 他们都会先腌制 所以腌制好以后 再去做成 尼吉利 就是握寿司 那你就不用再调味 就有味道了 那但是现在保存技术好 我干嘛先腌制 所以他就是 我帮你调那个味道 那每一间的日本料理 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酱汁 当然其实现在 我感觉是大同小异 因为都是系出同门 同一个师傅教 大概会做一点微调 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如果要请Michael 就是说 他请人吃饭的话 说实在 如果那个人开出说 我想吃日本料理 那时候你脑子 劈里啪啦跑出来 名单会不会很多 超多的 真的 那你怎么去想 就是你可能想环境 可能想预算 然后挑出一个 交通便利性 还有可不定得到位 对 那因为 Jacko知道吗 就说 Follow Jacko的粉专 是可以看到他去哪里吃 基本上我Level B 你没办法看到我去哪里吃 对 你都不打卡 为什么 因为我去A店 B店会说 你很久没来 你看这个 C店就会说 你为什么跑去那里 所以 有点困扰 那因为都是 吃到最后都是好朋友 对 那你也知道 我就是跟师傅 每人都很好 我习惯 因为日本料理师傅 大概多多少少都会小酌一两杯 对 那我都会叫他们好饮一两杯 因为把他们灌醉 他们怕刀会切到手 所以会切比较大块 我觉得真的有很有道理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很多人 包括Michael 有这种板前服务资本料 他总是喜欢跟 第一个他早认识师傅 可是他都带屏好久来 跟师傅分享 这样讲的有道理 师傅也会觉得很快乐 切的可能就切大块一点 再多拿一点食材出来 其实不只这样 因为讲夫人是 Bartender出身 其实Bartender在 我记得Bartender 其实跟客人就是一种互动 聊天 那既然我们坐在板前 其实师傅 他就不是 不单纯只是师傅 有可能 其实 Jackal有一天 你可能找一天 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 怎么跟师傅互动 了解 你看我所有的鱼种 你问我说 这是什么Toro JuToro什么 其实我都不会背 那清干红干 我也不会背 我永远都是问 那这就是跟师傅一种互动 那互动的过程 就像朋友 喝个两杯 这个就是好像真的是朋友 才会交心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跟Michael 在闲聊 可是在闲聊当中 其实有很多 很不错的资讯 你可以自己保留着 比如说以后 你吃日本料理 最好是这个板前服务的 你就可以看看 而且如果朋友介绍 介绍到那个师傅 你就真的去那天 不要浪费时间 你要认识那个师傅 对不对 对 然后你来跟 劝朋友带一瓶好酒 跟那个师傅分享 其实老实 师傅不会挑酒 这是一个诚意 对 那你看 我跟你去 的确 我每次要讲到吃日本料理 或者是餐厅 我可以同时 蹦出很多间 我们那天去的那一间 我隔几天又定 我要定四个位置 就没位置了 马上就换另外一间 这样子 可是位置其实也不多 我后来吃了 有几家这种 有板前服务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这个师傅 本身就是那个老板 对 他要撑起这家店 我觉得他 他对品质有要求 他也不可能说一大堆 对 那天他已经 他只有一间VIP包厢 是 有十个人坐 那天都是医生在那吃 对 外面虽然说 只有十几个位置 可是就坐满了 这一整 二十个人 他一次要出这么多餐 他就一位师傅 他其实也很厉害 其实吃日本料理 我觉得不要赶 除非是说 你真的有中午 像我那天 我不是 我最喜欢讲的时候 我今天陪你下班 陪那个师傅下班 让他没有压力 他可以先去 处理别的客人的食物 那我们就真的 慢慢陪他吃 怪不得 后来把那很棒的海胆 都拿出来给我吃 你实在对他太好了 还有秘密料理 秘密料理就是 叫他拿虾尾巴鱼骨头 他不要的东西 去再把它 料理说 那就是下韭菜 那就厉害了 对 说到这吃日本料理 其实那些吃 我觉得他的顺序 也蛮讲究 待会这个晚上回来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让你猜猜看 我们到底吃了什么 稍微聊一下 你可以猜一下价钱 马上回来 FM1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聊的是 这个日本的美食 那我今天请到的是 这个吃货列车列车长 Michael Chi Michael你好 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来聊台菜 今天我们来聊 这个Michael Chi 吃日本料理 其实讲到这样 分析到现在 其实吃日本料理 尤其是这种板前的 然后你想要吃一点品质 然后又想要 这个在里面呢 边吃边聊 他其实有些小学问的 跟Michael这样聊 其实蛮多学问 我们那天吃的 其实我记得一开始 就先来一点 这个酥炸的樱花虾 然后再来一些清干鱼肚 然后一些生鱼片 甜虾 橡拔棒 再一路吃下来 我发现 对那天有橡拔棒 有那天有橡拔棒 生鱼片的橡拔棒 然后再就蒸蛋了 然后蒸蛋完就有汤了 然后又有水果 然后中间还有 这个水果之前 还有这个什么海胆 海胆握寿司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也是很厉害的 那叫什么干贝类的东西 大干贝这样子 所以整个吃下来 我觉得他的安排很棒 就从味道很清淡的 到很浓郁的 到热的 熟食 甜的 前面还点炸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师傅真的很用 那天我还特别拍照 拍影片 因为他连器皿 我都觉得他选的很棒 其实日本如果 到所谓不是寿司店 到料亭的话 他是每一种食物 要用不同的器皿 不同的花色去呈现 对对对 那天也聊到这个 对 歌烹跟料亭的不同 那其实一般来讲 现在日本料理也出菜顺序 当然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料亭有什么 一定要炸物 要收拾什么 腌制类的 但是现在我们讲 一般的寿司店 来讲的话 其实他一开始 会给你一个开胃菜 就是你刚吃的开胃菜 接下来都是先生鱼片 生鱼片到一个程度 以后就会来熟食 不管是炸的 蒸的煎的烤的煮的 尤其有的时候 还会出牛肉 然后完了以后 怕你没饱 就开始上握寿司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客气 能吃就尽量吃 不过一般我们 到这个年纪都会投降 就不会再吃那么多 我们现在吃巧不吃饱 对 那今天聊的那么开心 其实大家如果 对我们吃的东西 真的要想要看得到 视觉上有响宴的话 请到我加口 姜文的粉丝同会 讲公厨房 我也po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天吃了 然后在这家店在哪里 然后吃了什么 你也可以猜猜看 我们大概吃多少钱 那这个单元 越受欢迎的话 我只是想问Michael Michael下次请我去吃什么 再换另外一间 我们再换另外一间 我们再潜谈另外一个美食 对没问题 真的有口福啊 好了 谢谢我们的Michael G 吃货列车列车掌 我们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